今天跟大家來開郵包 來自這個香港郵政 雖然表面沒有寫到是什麼 就算我不看寄件人這些東西 我應該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這盒筋 好像是40元一抽 很棒 接著就是這麼小的機器 用這麼大的盒子裝著 先來看看 打橫鬆 鬆完就接了 遲一下給你一個使用報告 Viu仔 沒有辦法 問你說我封關 我們是唯有扣郵機 很多東西都 原本可以當面見 當面交收 或者一塊電 接著線 OK 隨便都要看看 日文 英文 這個是不是泰文 接著中文 其實呢 跟Leo在用的那一部 是一樣的 但是我直接在他香港那邊 找水貨 關上蓋子 免得鋪塵 鏡頭要保護 水貨呢 就沒有很多東西的 即是卡 腳架 還有那些 還有什麼呢 其實它沒有什麼呢 因為呢 我自己買 我已經準備定自己買回卡 然後 腳架我都買了 基本上那些東西都應該會齊 拿夠電 我要拿夠電 先 夠電 應該是放在這個位置 裝完電 有反應 我們開蓋先 咦 好像差點東西 還沒插卡 那Leo玩這部錄影機呢 很明顯是還沒玩得盡的 因為呢 就是它有反螢幕 正常的應該是拿出街 然後這樣對著自己 自拍 方便看回鏡頭 話說上次 其實我在 有一條 龍珠抽蛋片 我也有說 即是那次 即是我的朋友 是 夠電和那部機 是分開來寄給我的 然後呢 有一天 是突然之間 早上是 夠電到了 然後之後 部機 是隔了 三四天 即是真的 一個星期後 才到部機 即是夠電 反而更快 那 等一會 我就應該會試一下它 因為 早前都交收了一些 重新找過的 一些舊的景品 即是當時買不到 後面後追 追回來的景品 那就可以 順便立刻拍一下 試一下那部機 還有盡量 對 即是我不想同一條片 因為 會影響畫質 即是如果有兩部不同機的片 放在一起 它會把高畫質的那條片 壓低了 是的 那 稍後見